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美国书台的人用的议定师 台美议定师 他本身 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立法院的通过 他不算法律 哪有一个 像这个命令的 他可以比我们的法律还要高于这个效力 我想这个是个笑话 那我想 在我目前来讲的话 那这种没有经过立法院通过的 这种包括条约 包括公约 包括议定师 他都是一种行政协定 根据国际法也好 根据宪法也好 根据我们大法官 329号的这个解释 都是低于这种这个法律的 所以我想 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要误打我们的民众 我个人所讲的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就应该怎么走 像这样的一种所谓 行政议定师 他可以公然的讲说 他比法律还要高 我想这个是不负着肉的这种这个一个情形 那现在我们就了解到 我们不管说这个美国牛肉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们想说 他的这个绞肉 他的内脏 是可以进口的 但是我们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进来 我想这个是一个国内 厂商等等 跟政府的一种这个助力的一种行为 但是我们认为说 我们假如说能够从 一个修法的一个途径 来加以这种解决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是一个更好的 我们在所谓这种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 第十一条 有讲到食品有下列情形的时候 它是不能够这个铸造 换卖等等的这种情形 那这个就是说 它有有害这个人体健康的 或者是说有这个病人进走 它都不能够在这个换卖 或者是成内的这种情形 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从这个食品卫生法 食品卫生管理条第十一条的这个修正 那使我们以后 在这方面的争议 能够减少到最少 我想这是对我们人民的 在这方面的市场里面